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三二二章威胁 我不信赵的是什么人 我女儿受的委屈不能就这样算了 撤回诉讼 是不可能的 你们没有证据 就算是起诉 胜算也不大 况且 赵总是什么人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你们执意这样 我保证 大家会有些不愉快 你在威胁我们吗 滚出去 不滚我马上报警 徐莹的母亲拿出手机 妈 不要报警 病床上的徐莹突然坐了起来 她冷冷地扫了一眼黑衣人道 如果我撤诉了 会有什么好处 莹莹 你 妈 我心里有分寸 姓赵的家大业大 得罪不起 我不想连累你们 徐莹痛苦地说 莹莹 我不能让你受这个委屈 她的好处 我们不能要啊 爸 听我一次 好吗 哈哈 徐小姐果然识时误 门口一名中年人走了进来 正是天华地产的老总赵天华 天华地产也是清源数一数二的房地产行业 赵天华打拼十几年 现在身家几十个亿 黑白两道都吃得很开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 让赵天华的竞争对手揪着不放 他也不会来找徐家私下和谈的 你就是赵天华 徐莹问 对 我就是 对于我儿子犯的错 我表示歉意 赵天华虽然嘴上谦卑 但表情不可一世 根本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问 如果你们撤出诉讼 我开出一百万的价码 你儿子回我清白 拜我名誉 就算是把你整个天华地缠卖了 我也不会撤诉 徐莹眼光中 闪过一丝冷意 她突然改口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不撤诉 我保证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赵天华一争 不明白 徐莹突然改口了 这个世界上有公道 也有法律 你儿子毁了我 一定要起诉他 我要让他坐牢 狗屁 法律是给你们穷人说的 这个世界上 钱可以买通一切 我也不瞒你说 公安局 法院里都有我的人 你们只会败诉 姑娘 我劝你别傻了 女人不就是给男人干的 我儿子看重你 是你的福分 拿钱稀释宁人吧 赵天华冷笑道 你这个混蛋 滚出去 徐富大怒 抄起一把椅子 就向赵天华头上砸去 他身后一名黑衣人夺过椅子 一把将徐富推到一边 后天就是开庭时间了 你最好快点考虑 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很多事故的 如果你们一意孤行 出门的时候可要当心不要被车撞了 赵天华冷笑道 你在威胁我们 徐盈冷冷地说 我就是在威胁你们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报警抓我 哈哈 赵天华嚣张地笑道 不瞒你们说 我混黑出身 警察局进过无数次 你们报警了 也无济于事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公道 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公道 有钱就是公道 赵天华点起一根雪茄 我身家几十亿 你拿什么跟我斗 醒醒吧 是吗 徐盈突然冷冷一笑 顺手拿过床头的一个被书本遮住的 他笑道赵天华 你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作为证据 你儿子等着坐牢吧 你耍我 赵天华大怒 总算明白 徐盈在他进来后的态度 为什么会变得强硬 刚才他说的话 足以证明他儿子做过的事 本来证据不是很充足 这下倒好 他自己傻逼一样 弄出对他儿子不利的证据来 躲下来 毁了 赵天华向徐盈一指 两名黑衣人点点头 一同向徐盈冲去 就在这个时候人影一闪 顾狼冲了过来 顾狼就是叶浩轩在医学交流会上所救那人的儿子 原名叫二狗 因为一身功夫扎实 被王铁柱看中 拉到自己身边培训 众人眼前一花 顾狼已经冲到两名保镖的前面 他咧开嘴一笑 一拳轰出 最前面的那保镖一声惨叫 口喷鲜血倒飞出去 顾狼从小在少林寺塔沟舞笑习武 走得刚猛路线 两拳就把这两个黑衣人放翻 你 你是什么人 赵天华吃了一惊 自己的这两个保镖身手不错 没想到被来人两拳放翻 他打听过 徐家两口子只是普通的职员 没什么背景 我是你大爷 顾狼咧嘴一笑 提起赵天华像提小鸡一样丢了出去 东西交给我吧 代我谢谢叶医生 徐莹把手中的交给叶浩轩 顾狼点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在律师事务所里 许彤彤和叶浩轩还有冯律师在看着 已经被特殊剪辑过 就是赵天华嚣张的那一段 雷电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比 视频剪辑的不露痕迹 就算是拿去鉴定 也鉴定不出来 这视频被剪辑过 证据不足 单凭那孩子的话 不足以让赵阳重判 而且赵天华有门路 但有了这视频就不一样了 到时候当庭放出来 就算是他打电过关系 他们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袒护他 看完了视频 冯律师点点头 这视频要是流到网上 会有什么后果 叶浩轩问 赵天华会被人喷死 不过暂时不要传到网上 在法庭上拿出来 效果更好 还有 他们请的辩护律师 也是金牌王天明 不好对付 王天明 我去查查他 叶浩轩转身拔了个电话 吩咐了几句 雷电的情报网已经相当强大 鬼知道 他有什么门路得到这么多消息 但是 国家秘密分队出来的人 手段当然不凡 可以说 清元一般的市民 没有他查不到的消息 一眨眼 就到了开庭的日子 这宗案这几天来被吵得沸沸扬扬 一大早在法院的门口 就站满了记者 还有一些理工大学的学生 他们无一例外 围在法院门口 围徐莹加油 几辆车缓缓地开了过来 徐莹有些迟疑地从车上走下来 陪在她身边的有许彤彤和张月 以及几个好姐妹 他一走下来 人群们沸腾了 几个条幅马上拉了起来 同时 理工学校的学生们大喊徐莹 不要怕 我们支持你 严惩赵阳 严惩赵阳 这件事情 经过雷电有策划的炒作 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 赵天华的地方行业 也纷纷遭人指责 他原本销售极好的几个楼盘 也因为他儿子的事情 遭到了影响 要不然 他也不会早急地找徐莹的家人 商量和谈的问题了 谢谢 谢谢大家 徐莹泪如雨下 他对这两边的同学们深深意鞠躬 我相信 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谢谢同学们和关心支持我的人 另外一辆车上 他的父母还有叶浩轩 以及冯律师等人 一起走进了法庭 叶浩轩 许彤彤等人都是厅审的身份 冯律师 先把案件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 然后把掌握的证据 交给审判长等人 审判一开始 就进入了白热化 王天明和冯律师 都是金牌律师 即便的不分胜负 王天明拿出一份文说 法官大人 我有几个问题 要问原告 得么审判长的允许后 王天明走到徐莹的跟前说 原告 你说我的当事人 可有什么证据 我没有证据 但是事情就是他做的 我清醒过来后就是他 徐莹愤怒地瞪了一眼 被告台上的赵阳 但是我的当事人称你是自愿的 这你有什么话说 不 我不是自愿的 我是被迫的 他撒谎 徐莹激动了起来 既然不是自愿 那案发之后 为什么你不选择报警 我 我害怕 他威胁我 徐莹想起当天的事情 感觉像是噩梦一般 他当时害怕 屈辱 根本没有想到去报警 那为什么是隔这么多天 你又想起起诉他 因为 我的当事人说 当时你是那里的座台小姐 你们之间只是交易 并不是你说的 你有什么话说 王天明突然打断他 不是 我不是 因为你知道他有钱 所以 想借这件事情勒索 勒索不成 所以 你就起诉 对不对 王天明根本不给他回答的机会 所谓的被迫 只是你一手策划出来的 那视频 也是你自己传到网上的 你就是要用社会舆论博取同情 然后勒索对不对 不 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不是 你们撒谎 徐莹激动了起来 他猛地站起来 情绪已经失控 旁边的两名警察 连忙按住他 法官大人 我的当事人因为当天的事情 在心里留下阴影 所以 我建议暂时休停 等叶医生帮他治疗后再度审判 冯律师和叶浩轩交换了一个眼神 同意 徐莹放声大哭 许彤彤还有张月以及他母亲 搂着他 不知道怎么安慰是好 叶浩轩为他失真 让他暂时安静了下来 失真完成后 他转身对一脸得意的王天明道 王律师 可否借一不说话 王天明争了争 然后和叶浩轩一起走到洗手间 王律师 你这样对待一个受过伤害的女孩子 忍心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